裸眼3D效果,简单,首先选择快速选择工具,选择主体 Ctrl加J,复制一层,按住Ctrl键,点击人物图层,执行,选择,修改,扩展,给它扩展10个像素,确定 然后回到背景图层,Shift加F,内容识别,确定 Ctrl加D,需要选区,解锁背景图层后面的小锁标志,Ctrl加T 右键,透视,向中间拉动,右键,自由变换,向下拉动 调整人物的位置 双击背景图层,给它添加一个描边,选择白色,大小适当扩大一点 添加一个头影,确定,然后给它添加一个背景图层,选择渐变工具 拉出一个质感的渐变,搞定啦